外交部 美国无端打压科技企业不利于磋商氛围 商务部 美方应该拿出诚意 纠正错误做法 外交部 美国无端打压科技企业不利于磋商氛围 据外媒报道 美国财长姆努清22日在众议院表示 对中美重返谈判桌仍然感到乐观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3日回应相关问询时表示 中方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我们多次说过 中方的大门是敞开的 但磋商要有意义 必须要抱有诚意 一个互利的协议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陆康表示 美国出于政治目的 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 严重影响全球科技发展与合作 也损害了相关国家企业的切身利益 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也显然不利于为磋商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此外 在23日举行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彭博社记者提问 近期有没有美国代表团会到中国来重启谈判 中方对重启谈判是否还有兴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回复说 近来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摩擦 各种动作不断致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损 高峰指出中方对于谈判的立场始终是明确的 如果美方想要继续谈 就应该拿出诚意纠正错误做法 只有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磋商 才有可能继续 高峰强调合作有原则 谈判有底线 中方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 此外 美国政府近日对包括华为在内的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 进行或将进行技术出口管制 就此高峰在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 对于美方的有关措施 中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 针对美方这种霸凌主义的做法 最好的回应就是中国企业继续发展壮大 高峰指出 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为企业营造更加稳定 公平 便利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中国政府有信心 有能力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高峰认为 最近美方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导致中美经贸摩擦明显升级 不仅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